再来我们就要来看 现在卫生纸撑不住了 现在就连这个国家对卫生纸也要涨价了 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售针包未来呢要往上涨20% 平板卫生纸涨11% 抽取是基本上加加乎乎都在使用的 就要涨8% 到底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涨价呢 我们再来看到是因为 国际纸将在去年就已经大涨了40% 还有运输成本 人力成本也都在往上扬 涨了70% 还有一些包裁 纸喝外包装 塑胶袋外包装也在涨价 也是涨了50% 所以现在呢就连国家对都说要涨价了 而现在的涨价呢除了卫生纸之外 就连呢这个大家习惯的 像是小朋友会用的尿布啦 一些纸类跟纸类相关的都要再往上涨 等于说一袋卫生纸 原本139元涨到150元贵了11块 很多民众都说一下子涨这么多 是否有点夸张 厂商赶紧补货 就怕货架上的卫生纸会被一扫而空 而另外一间卖场 民众也是推着一车又一车的卫生纸 因为刚过完年卫生纸涨声再响起 去年的到现在来讲的话都有涨 这一次你们还会再涨吗 不一定 有目标都有涨 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些小涨幅 其他卫生纸厂商也可能有所涨幅 因为永丰时开了今年的第一层 宣布旗下品牌抽取式卫生纸将涨8% 平板卫生纸也涨幅11% 而涨最多的高达20% 将在2月下旬调涨售价 算一算一袋抽取式卫生纸 从原本的139元涨到了150元 一袋就贵了10亿元 太夸张了吧 不应该再涨了吧 那不是抢人呗 台湾还要活吗 不用活了 就没周围 没周围就这样搞了 搞死老百姓的 更有人狂酸 政府才喊要平稳物价 刚说完擦嘴的就先涨 此外油价也变来变去 6号才说不调整 7号凌晨却突然公告 大降1.1元 让已经加好油的人很傻眼 感觉很不好 我觉得偏人的感觉 真的有点傻眼 我已经加满油了 其实有点太突然 怕物价破洞 音响名声 正愿宣布进口黄小玉免税 但网友布林青 狂酸效率真高 物价都转完了才讲 还有人呛 有本事就动到年底选完 万物起早 百姓哭哈哈 但政府你 听到了吗 记者做报道 好过了一个年 有缺氮的危机 还是没有解除 我们就来看到网路上 大家怎么说了 有人说呢 这个之前缺疫苗 是郭董爸爸 也是郭台铭啦 买好买满造福 台湾人民 但现在缺电 哎 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来看到了 有人说这个官员说 之前呢不会缺电 但是缺电了 那现在改成缺氮 那缺氮可以怪谁呀 就开始怪一些疾病咯 怪原物料咯 之后台湾还会缺什么呢 好网友怎么说 有人说当然是缺工缺人 缺劳工缺新生儿缺论文 又有人说缺水跟 可能未来会缺油跟缺瓦斯吗 有这么惨吗 我们就来关注一些民生议题哦 台中市政府就透露了 说北部人呢 可能会扫台中的这个鸡蛋 会导致台中的蛋也快撑不住了 要中央想想办法 那么在台中的超市 有一些蛋价 还真的是剩了六七盒鸡蛋 原因就是有台中人说 很怕台北人 把台中的鸡蛋给卖光 大型量饭店冷藏区鸡蛋没了 连锁超市架上也只剩六盒鸡蛋 鸡蛋从年前 缺到年后 大概是一卡 就是一个人限制两盒 我们家有六个人 那你一次买两盒 其实一个礼拜 其实就很会用完 就少吃一点 台中有早餐店透露 民众买不到鸡蛋 居然是转而找上门 愁早餐店卖蛋 我们的消费者 他会来跟我们问 基本上有需求 我们会给他啦 彰化做干嘛店 原本一篮篮的鸡蛋 任君挑选 现在变成一袋一袋装好 不让你东挑西选 看料一包还两包 那我不给人家挑了 挑选就会有那种耗时的量 然后丢掉就很浪费 彰化的蛋龙说 现在的鸡蛋确实不够卖 玉米跟黄豆 已经胀了四十几% 不符成本就要给他退毛 所以让他休息 不让他生蛋 鸡鸟长但鸡蛋冻长 台中市府发现 有外县市民众 居然是跑到台中扫货买蛋 买到台中也快没蛋 农委会特别开记者会 说要奖励蛋龙鸡蛋生产 网友留言说 稳定鸡蛋也要开个记者会 笑死了 史上第一个鸡蛋记者会 陈吉仲宣布 鸡蛋每台金生产奖励三元 也宣布蛋中鸡 带氧费用每只补贴 二十五元实施到二月底 到底奖励办法有没有用 缺蛋抢蛋要到什么时候 民众疑惑 想知道答案 记者陈胜委 杨敬王世涵 张话台中采访报导 尿布跟清洁优品 也都涨价 从5%到20%不等 政府再多的补助 调降关税物价税等等措施 好像都抵挡不了 现在全世界万物起涨的浪潮 然后来看到的是 民众结束了 但是全台每天的鸡蛋缺口 还是高达了200万颗 而诺委会为了要稳定鸡蛋的 生产的措施 从今天开始到228 以2.82亿元的预算 要对蛋农来实施一些补助 提供每台金的鸡蛋补助3块钱 未免实则无法呼吁 蛋的少女鸡要补助25元 那么在2月底之前呢 希望可以把这个价格 维持在每台金 34.5元的价格 说到蛋荒 我们这样来看 很多民众的反应说 尤其在北部 是比较难买到鸡蛋 北部状况是很严重的 去年开始缺疫苗缺电 那么今年开始缺蛋之后 未来还会缺什么呢 好有人说缺的是 总统的论文们真相啦 开工大集 湖年大预言 去年台湾缺疫苗 缺水缺电 那么今年台湾已经缺蛋了 你认为接下来会缺什么呢 缺钱 缺钱吗 我缺钱 缺钱耶 缺男 缺妹 缺男朋友 我超缺的 可以 如果有帅哥可以来中文IG 真的啊 我也蛮缺的 不要脸 没干净啊 缺妹 缺妹 缺钱吗 都卖的东西太多了 对啊 对 因为现在疫情 然后就是会一直网购 对 本来大家都缺钱嘛 所以你觉得钱够用 缺才这么说我们真相 缺爽缺 缺 我不太缺了 我衣食无缺人生胜利组 我衣食无缺啊 人生胜利组 衣食无缺 我的话是缺钱啦 他应该缺男友啦 我帮他填 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 找到自己的爱情 我衣食无缺人生胜利组 最缺的应该是 有智慧的人吧 台湾无脑的太多了 无脑的太多了 无脑的太多了 他会被被打 缺脑啦 缺脑 缺德缺脑 这个应该最多吧 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对 台湾学生没救了 越来越多没有头脑 没有 就讲到不经过大脑的 缺工作机会呢 怕找不到工作 我觉得工作机会也蛮缺的吧 我们这届蛮多人的 因为我们真的在面临毕业前夕 这样子对啊 然后就觉得疫情 然后很多人都因此没有工作 很有可能就是缺电啦 缺电是一定的啊 电的影响最大 缺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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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电可能是最麻烦的 电是最麻烦的 而且会上架 很担心的 希望不要涨 最多民众认为 新的一年 他们是缺钱缺妹缺男友 另外呢 网路上PTT话题最夯的 还有这个缺蛋 有什么比较礼貌的说法呢 有网友说是母鸡没有竞争力 母鸡不婚不生 还有人说是母鸡休年假去了 好 针对这个缺蛋 有什么比较礼貌的说法呢 你同样可以留言来告诉我们